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壇事件 我是市基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蕭穎青先生 施老闆你好 你好 李先生,這星期市在28,000以下徘徊 收到27,300以下 徘徊了幾百秒 好像衝不上 下來試低位 你覺得與疫情有關嗎 本來香港的疫情沒有擴大 不過這段時間在中國、香港以外 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 韓國,大家很關心 韓國突然大優勢 是的,大優勢的救會 一個人,惹開數以殺人計 這些是社區性的大爆發 香港未出現這種情況 韓國突然零星 不過已經開始多了 現在我們有警察 有收銀 這些病毒沒有選擇 任何行業都會有 不過,例如你說的士行業 會惹到,沒有外遊 很可能是乘客 但現在很難說 現在太多隱形的患者 帶菌者,傳播疾病 已經沒有追蹤 說是來自誰 因為普通在社會上 生活的人,接觸很多人 很難說全部隔離 例如我有一間子公司 其中有個同事上班時 乘搭村巴 懷疑 不是懷疑 有人打電話 他一起上車的朋友 在那區住 告訴他確診了 同一間小巴 經常上班時看到他 他會否受驚焰 越想越害怕 越害怕 越覺得自己又有點頭痛 又咳嗽兩句 快快吹吹 去演一演 別人聽說你接觸過已經確認的人 有十五分鐘共處 就是有機會 要他住院觀察 證明是陰性的 我去過那間公司開會 雖然我都不認識他 沒有見過他 如果你說要有事 都可以有事 所以大家要小心 大家對於身形觀察 傳播力 我和你現在這麼近 不夠一米八 說話也會有機會 所以吃飯也會有機會 和家人一起生活 有機會非用都可以演到 所以演到的機會 其實不容易避免 除非你真的像武漢一樣 門口也不出 所以一下子的投資市場 就緊張了 會否在韓國又爆發 在日本又爆發 其他城市或國家都出事 對經濟造成的損失 可能比預期中大 所以市場對這件事 新出現的情況有反應 緊張了 但是中國疫情 應該是略有減輕 起碼武漢以外的地方 其實有些地方已經沒有增長 而武漢新確診的人數 都有下降的趨勢 所以A股已經升穿過年前的位置 我自己看 之前股市升了一段時間 都需要找機會調整一下 不過在這裏 我給你一些房地產最新的行程 我記得觀眾朋友很關心 雖然今天宣佈的中原城市指數 其實是回落一點 我知道上星期還在升 今季回落 因為指數有時間差 大概兩三星期後 我講的是最近這段時間 其實香港看樓的人出來多了 膠頭量都增加了很多 比我想像不到 二手市場的膠頭是倍增的 和什麼比較 比起去年社會運動的高峰期 高峰期 其實現在比那段時間多 太古城上半個月 都有15至16宗的成交 即是人們戴著口罩去看樓 或是不用看 直接買樓 我看到將軍澳有幾十宗成交 讓我看到的景況 市場不容易跌下去 雖然大家在報紙上看到 誰洩漾 誰撻訂 傳媒因應的大環境 選擇一些虧損的案例報告 真實情況如何 我估計樓價 接下來的指數仍然會下跌 因為反映之前兩三個星期 但我可以堅持原有的看法 我會說會回落 不過回落不會多 回落到這個水平 已經掃了一批便宜貨 現在回落了多少 可否給觀眾朋友參考 如果說跌幅 整體跌幅 我相信在5%之內 但是個別的可能有10個 12個都有 拉雲就是5% 變成了不算是一個大跌幅 所以香港樓市我認為 成節力也很強 不像會崩盤大跌 近期即使股市比較波動 也算是2.7% 但有另一個資產 其實升得很厲害 施先生你之前也提及過 就是黃金 最新我們現在拍攝 應該是差不多到1,630% 這個星期升了3% 升了這麼多 施先生你怎麼看 我自己認為 剛才說疫情因素 亦令到避險的需求增加 黃金不會受經濟波動影響那麼大 通常經濟出市時會有資金流向市場 我在去年 我已經說黃金是一個值得 在這段時間看好的 在去年年頭說 不過去年升了18% 今年暫時升了7% 大跌2個月 今年我認為黃金會繼續走好 即是會確認上次的突破 是可以肯定的 會進一步牽涉高位 已經升破去年高位 去年也是1,500多的高位 現在升破後會衝一衝 我相信在1,700-8點之前 會有些阻力 1,700-8點 也有些水位 有些水位 但已經不多 但我認為黃金可以長期持有多幾年 這段時間會有波幅 每一次回落都是補回日市的機會 所以中長期都是要看好黃金 可否再說一次 詩先生 黃金的大浪目標 交給觀眾參考 我認為這次是新的牛市 所以一定是高於上市的高位 上市高位是2011年 大約是2011年 都是1,900多 未到2,000 我認為這次的高位 除了一定高於這個高位之外 高於這個高位 一倍的機會都存在 何時實現 這個目標 都要35年才能達到 即是商品周期 當然35年是相當長的時間 這段時間變 很多變數 不是可以不理其他變數 買下去就持有35年 在看著同時 但我認為偏好的機會會多 世界上的東西既會有新的因素 不斷影響它 但它也有規律性 即是今時有它的周期 每一個周期的新的一浪 一定是高於上一個浪 浪頂數以配計 這是以前的情況 所以這是一個推論 但也要照顧實際的情況下 是否配合這個推論 非常同意 所以我們司機金 現在都持有很多黃金投資 今日的時間都差不多 多謝理事老闆 如果各位觀眾 想支持我們股壇事件的話 歡迎到以下的網站 以及給我們一個like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